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巴黎巴黎达萨斯蘭的新闻 我来选巴黎达第73条 在萨斯蘭里 在三个的选举 三国大兆 在马里巴斯塔的二分之一 在马里达萨诺大 在补选 在马里达萨诺大 在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 马来西亚巴黎达萨诺大 在马里达萨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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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马里达萨诺大 他们在马里达萨诺大 在马里达萨诺大 埋萨诺大 外出选举 在山雾达萨诺大 这已经是二分之一 所以在马里达萨诺大 aprove城市城镇 Aerranch太大 还有�andinçons 那其實實際上它就是構成了侵害 原住民族憲法所保障的政治參與的權利 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這是一個宣傳的鉛策 在西南的選舉 我們在米芝麻研究院 也不一定有過 馬沙達和阿里亞達馬里古里古來 每年都會馬沙達補選 透過補選的方式 當然是比較能夠回應到 人民跟國家之間所存在的 一個國民主權的這樣一種概念 但是也不能說 這個地補的人他就不是不具有民意的基礎 只是這裡會存在一個風險 這個民意的基礎是不是足夠到 能夠去彰顯出他作為一個 中央民意代表的這樣一個條件 地補的方式 我們有討論過說可能會有 會有就是在選舉過程中有些恩怨 有一些黑寒 或者有一些設計的狀況 導致說他只要一期下來 他的第四期就可以直接補上去 補選的方式 那就是重新針對這個第三期的部分 再進行重新的改選 重新補選 那大家再重新來登記 我們來一定補選 按照提供的第五位 跟您的参政权 在这边